第一天球场的风势看起来蛮强的 但是对于参赛选手的表现似乎影响不大 20岁的金主亨在今年的表现让人非常的注目 在第一天他以完美的bogey free收下了负三杆 排名并列第一 而另外美国好手Justin Thomas在第一回合 虽然他有两栋打出了double bogey的成绩 但最后脚卡的时候是even power排名并列第九 看完了前面这两位选手的表现 你就知道其实这个球场感觉上并不好打 不过在第14栋只有276码 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Sam Straka 他的第二杆切上果领的时候 稳稳的把球放在旗洞旁边 他在第一天是并列在第一的选手之一 此外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另外一位高手Sam Burns 在第18栋的长推 最后小白球干净利落地掉进其洞 最终以负二的成绩在第一回合单独排名第五 而来自于欧洲的选手Victor Hofland 他在第14栋选择用一号木杆开球 不但将球送上果领 而且差一点一杆进洞 最后他在第一天脚卡的时候 同样的是以负三杆的成绩并列在第一的位置 另外一位来自于西班牙的选手John Romm 他在552码的第15栋 这是一个五杆洞 第三杆的approach也精准无比 这一栋他抓下birdie是完全没有问题 首日总成绩是高于标准杆一杆 并列在第13名 而观众朋友相当熟悉的Colin Morikawa 他的下坡推杆处理得相当小心 而最后他的球也很听话的落在启动里面 第一天他一共抓下了6只小鸟 不过另外也有三个bogey 和金主亨Straka以及Hoffland并列在第一 接下来 下来